散光很严重吗? 杜扇霜,副主任医师 散光也是要根据它的度数来分 一般来说有轻度的散光 100度以下的 那么佩戴镜子就可以解决 那么超过300度以上 甚至有些人用散光 大散光,不规则散光 那么超过300度以上 那么这佩戴镜子都不是很好配了 那么散光如果能矫正 一般对人影响不大 如果矫正不了 它容易造成特别是儿童 容易造成弱势 甚至是邪视 这个在儿童时期要格外注意 专家提示 一,一般来100度以下的 轻度散光佩戴眼镜就可以解决 二,超过300度 有大散光,不规则散光 不是很好佩戴眼镜 三,散光如果能矫正 影响不大 如矫正不了 亦造成弱势甚至邪视 一,散光佩戴眼镜 一,散光佩戴眼镜 一,散光佩戴眼镜